多久不见 先和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Weekam的朋友们 还有我的好朋友们 谢谢你们能够来然后看我的电影 你今天怎么这么深沉 我知道他很疲惫 因为他是昨天刚刚到上海对不对 然后今天参加完我们的这个活动呢 和大家见完面之后 马上又要去赶飞机 赶到哈尔滨 去做这个烈火英雄的电影的宣传是吗 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哲瀚 其实他是我的男神 但是我首次认识他的时候 是在这个电视剧半腰清晨里面 再到后面的云西传 那我知道这一次也是你自己本人 首次触电电影是吗 十年前拍过一个 然后这是十年之内的第二个 这十年之后 十年之内的第一个 这十年之内的第一个 然后这个电影烈火英雄里面 我们知道消防员这样一个 崇高而又伟大的职业 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职业 对吗 那所以说这个角色 我想问一下对于你来说 有没有挑战性 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也很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是一个消防学 消防员是人民的英雄 这样一个角色 对我来说 如果没有把它诠释好 我觉得心里会有遗憾 同时能够接到这样的角色 也是自己感觉非常的幸运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看这部电影 然后我真的是感觉 感受一下我们消防员 可能他们的工作 所面临的危险和不容易的地方 我叫烈火英雄啊 他是